今日财经快报 美国债务危机一触及 零售业危机业绩差Actor店面频繁关闭 英国财政220亿磅巨额赤字 韩国你出台99birth rate新测 日本央行考虑加息日元或将回升 油价暴跌1.4%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科技骨血书记 纳指暴跌220点 美股周二收盘涨跌不一 倒指涨203.40点 涨幅为0.50% 报40743.33点 纳指跌222.78点 跌幅为1.28% 报17147.42点 标普500指数 跌27.11点 跌幅为0.50% 报5436.43点 投资者关注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 Crowdstrike再度重挫 因达美航空就网络安全软件更新事故所赔 默克公司全年指引弱于预期 掩盖了强劲的第二季度报告 辉瑞公司的收益和收入强于预期 并上调全年营收和利润指引 微软 AMD和星巴克将在周二收盘后公布财报 投资者关注大型科技公司是否能够从人工智能投资中获得回报 科技股承压 美联储召开货币政策会议 周三公布会议结果及声明 官员可能暗示未来几个月预计降息的时间和次数 通胀呈下降趋势强化了美联储的降息理由 美国经济数据面 美国六月份职位控学数高于预期 前月数据被向上修正 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六月下修后的97.8升至100.3 特朗普当选利率暴涨 哈里斯持反对Vius 巴克莱的利率策略师最近发布研究报告 提出新的特朗普交易和哈里斯交易想法 报告显示 利率波动率通常在挑战者赢得总统大选后的三个月内上升 但当白宫仍掌握在现任总统政党手中时 利率波动率会下降 策略师发现 民主党获胜将提供不同的机会 因为市场目前低估了波动率的下降 如果特朗普获胜 他的政策变化可能会使十年期国债的实际波动率上升多达30个基点 如果哈里斯获胜 波动率将下降约10个基点 报告指出 总统政党更迭后 波动性的历史性上升源于对通胀 央行政策和长期利率水平的不确定性 对消费者价格指数 三个月期国库券收益率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预测 在总统政党更替的选举年 出现了更大分化 以色列空袭贝鲁特 真主党高官呈猎杀目标 以色列军队周二晚间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 目标是真主党一名高级指挥官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数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宣布对袭击负责 并称事件已经结束 袭击发生在贝鲁特郊区 附近五层楼的建筑被摧毁 以色列官员称 袭击目标是真主党武装指挥官哈吉 穆赫辛认为其指挥策划了7月27日 对以色列占领下的叙利亚哥兰高地城镇的火箭弹袭击 此次空袭发出了强烈信号 但希望避免进一步升级 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 不希望这升级为一场更广泛的战争 最终这种情况是否会升级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真主党现在的反应 此前 以色列占领的哥兰高地上的一个足球场 遭遇火箭弹袭击 导致12名儿童和青少年死亡44人受伤 美国国务院表示 将继续专注于外交 必求避免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任何形式的升级 美国债务危机一触及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35万亿美元大关 达到35.001万亿美元 长期以来 美国政府债务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迹象 反而呈加速上涨趋势 并将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美国国会引入债务上限概念以来 债务规模反而涉及而上 债务负担日益沉重 仅今年6月 美国偿还联邦债务利息的金额 就相当于当月个税收入的7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24财年的债务净利息支出 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 美国政府债务问题 同人口老龄化 医疗成本上升等因素有关 但也与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财政政策有关 两党都没有动力真正削减开支 控制债务 导致美国债务难以踩下刹车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 2024至2034年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的总赤字 将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5% 到2034年 公众持有的债务和美国GDP的比例 将从今年的99%上升到122% 当前每个美国人平均负债10.4万美元 美国政府债务正成为美国人日益沉重的负担 也是所谓的美国梦不断破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彼得 彼得森基金会警告 美国财政处在不可持续的轨道上 如果不加以解决 将对联邦预算 美国经济和未来发展构成挑战 零售业危机 业绩差Actor店面频繁关闭 全球多家消费类企业 公布的财报和经营变化动态显示 较高通胀环境和消费疲弱 拖累企业业绩持续下滑 部分企业不得不倒闭关张 为应对业绩逆风 多家企业正调整经营策略 零售业疲弱问题在全球多国普遍存在 美国家具零售商 Koen recently filed for bankruptcy and began closing its over 550 retail stores 在新西兰 越来越多零售商担心经济形势严峻 Expects interest rate cuts to help boost consumption 德国零售业也面临相似问题 今年预计有5000家零售商店关闭 全球多个消费零售餐饮业巨头 发布了不佳的财报 折射整体消费环境疲弱 拖累了企业业绩 开云集团 LV母公司 LVMH 卡迪亚姆公司 利丰集团等 发布了业绩不佳的财报 为抗击业绩下降 消费品牌和零售商近期调整经营策略的消息频出 Blue Western CEO Tom Warner表示公司正在进行运营调整 以适应宏观经济现实和商业环境 Nike也将裁员2% 并将采取措施 重修与零售商的合作 英国财政220亿磅巨额赤字 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公布的财政审查结果显示 英国公共财政面临220亿英镑的支出缺口 这种财政缺口被上届政府掩盖了起来 英国庇护系统的支出增长非常迅速 但这一增加的开支并没有在预算支出中列出 疫情期间 英国居民对铁路服务的需求降低 但上届政府没有调整铁路建设计划 造成了29亿英镑的财政超支 里夫斯表示 今年财政部将采取措施减少55亿英镑支出 明年将减少超过80亿英镑支出 以弥补上届政府造成的财政亏空 财政部将于10月30日公布工档上台后的首个预算案 宣布新的税收和支出计划 里夫斯还宣布了一系列措施 包括削减部分养老金领取者的冬季财暖补贴 对私立学校学费征收20%的增值税 重新审查保守党承诺的新建40家新医院计划 并取消护理部门的改革 这些措施旨在节省支出 重组财政体制 韩国你出台就就birth rate新册 韩国政府制定新计划 旨在减轻有年幼子女家庭的住房负担 以提振极低的出生率 政府租赁住宅的分配将优先考虑 有两岁以下子女的家庭 并取消对这些家庭公共住房的规模限制 此外 政府还将为有孩子的家庭提供贷款和减税 并打击婚庆行业的不公平行为 韩国反垄断监管机构 计划对婚庆企业使用的合同条款展开调查 以解决违规行为 并制定标准合同指导方针 此外 政府还计划为中小企业招聘临时员工 代替休育儿假的员工 每月提供120万韩元的育儿补贴 研究显示 买房和租房成本过高 是影响已婚夫妇生育的最大因素 韩国政府累计投入了360万亿韩元 提供各种补贴以鼓励生育 但韩国总和生育率仍然降至0.72 唯有记录以来最低 韩国总人口在2023年出现反弹 主要归功于外国居民数量的增长 但韩国本地居民的人数继续下降 降至4984万人 65岁及以上的韩国人 占总数的18.6% 比前一年的17.7% 上升近一个百分点 日本央行考虑加息 日元或将回升 日本央行可能于周三会议上 将利率上调15个基点 至0.25% 高于市场预期的10个基点 日元在周二上涨 受到影响 日本央行还将公布 缩减大规模购债计划的详情 加拿大枫叶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 Sean Osborne表示 日元波动巨大 部分套利交易和仓位 仍有可能进一步平仓 日元对美元的公允价值约为145 Jeffreys驻纽约的全球外汇主管 Brad Battle认为 日元进一步上涨 可能是暂时的 应该货币料将继续受到 每日利差过大的影响 油价暴跌1.4% 国际原油价格周二收跌 美国WTI原油降至6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Market担忧原油需求前景 掩盖了中东冲突升级对油价的支撑作用 纽约商品交易所 九月交割的西德州中置原油 WTI期货价格收跌1.08美元 跌幅1.42% 收于每桶74.73美元 作为全球原油价格基准的 九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15美元 跌幅为1.44% 收于每桶78.63美元 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对油价可能造成的影响 以色列周二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石油经济商PVM分析师认为 宏观经济因素不断影响投资者的情绪 原油价格轻而易举跌破了技术支撑委 小了 小了